朋友们 大家好 现在广州南站 现在时间是2021年的1月20日 晚上大约8点钟左右 今天我们来看一下 春印前期 广州南站这里的客流情况到底怎么样 因为现在马上到了春印了 所以说大家的关注点都是在广州火车站还有广州南站 聚焦在这两个火车站上面了 所以就给大家来这里转转拍拍一下 像广州火车站呢 我昨天晚上只有拍过 大家可以翻看一下 今年的春印时间是1月28日开始了 然后像今年一般都是要么回去早早的回去过年 要么就是留在广州这里的 因为特殊原因嘛 疫情嘛 像早早回去呢 是那些 是因为去年疫情导致不能回去了 所以说他们就担心今年也回不去 然后提前了差不多一个月就回去 还没到春印 那有些呢 估计又怕 疫情的原因 所以说就不想 回去过年 干脆就留在广州 我刚才是从北门 然后我现在一直 后方是北门呢 然后我一直从这里走到 南门那边给大家看一下整个车站这里的 客流返乡情况 到底多不多 广州南站 中国最繁忙的火车站呢 也是中国目前最大的 火车站 现在还好 跟 往日 周六日 节假日差不多 也没有突然很多人 但是我看了一下 最近的 广州南站好像搞了一些小装修啊 之前那些什么地铁都没有玻璃门封起来的 现在有个别市正在 翻新了 然后那边也是啊 而且还有很多是 之前广州南站都没有什么凳子吗 现在他好像最近装修了一些 安装了一些新凳子 毕竟到了春运 然后客流到了 所以说大家来这里休息 不知道是不是南站里面这里没有开 暖气啊 感觉挺冷的和户外没有什么区别 反正现在是春运时间到时候 春运那天我也过来这里拍一下 但是前期呢 这里 也给大家参考参考一下吧 毕竟很多人要返乡回去 过年了嘛 疫情原因 很多 小公司啊 早早就 要求 那些员工放假 让他们提前回去过年 避免说什么高峰啊 然后 好像我在新门看到哪个火车站 深圳火车站吗 好像搜到新门说是什么有 退票的 是什么意思啊 有没有人知道的 可以 给大家科普一下 哦 前方那边挺多人了 北门那边是坐公交车的 南门那边是坐 长途车的 还是挺大的 从北门一直走到 南门的话 估计要个 15分钟左右吧 当成走的话 看没有 都是背着大包小包回去的 陆续会慢慢的多了 反正现在返乡的一天会比一天 的多起来 像这些啊 一般都是过完年才出来了 还有20多天就过年了 很多都是 早早跟 厂里面呢 或者是企业公司里面呢 要求提前回去 避免像去年一样 然后逗留在广州这里过年 毕竟是每逢佳节 被事情嘛 所以说有时候看到这些 背着大包小包赶回去回乡的 因为他们一般只有一年回一次啊 或者是 一年回两次啊 回家一次实在是太难了 也是让人看着很心酸呢 包括我们都是一样 是不是 每到了 节假日 现在 已经挺多人了 比周六的 多一些些 但是现在还没有搞限流 包括地铁站也是 这边是 广西还有武汉的 出点 出站点 像现在大家都是能尽量做 高铁了 但是我感觉这两天呢 广州火车站的客流应该比这里多一些 不知道为什么原因啊 难道现在也是绿皮为主吗 应该说广州南站的 动车啊 高铁应该是挺多的 但是我昨天晚上拍的是广州火车站 感觉比这里多人多很多啊 这边就是东门了 走长途 给大家环视一周 看看下 这里是 广州南站 现在时间是 2021年的1月20日 晚上的8点钟左右 给大家直击一下啊 那行 今天这个视频就 拍到这里吧 之前这一个站啊 应该是升级啊 之前是从这里检票了 但是见 现在已经封闭起来 不知道为什么 从那边检票了 好像这个检票的机器已经是 但是 安装全部是前薪的 之前都是老旧那些 看到没有 现在已经围栏在一起 围栏起来是升级 全部是翁到那边去了 那行 这个视频就分享到这里吧